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秦深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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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定力上 你还是 我感觉我的教定力上有加强 比如说就像那个谁 你说的乔丑尔宗主 他在我们听到课程 他已经修了五六年的定义 就苦心 他是在定义的基础 去孩子的主人的位置上 那那个时候他是主客同时脱落了 就是他有定力在听闻到这一点 他一旦误了,他就证入了 但是我们只是误了 这个时候他就有功夫,我们就没功夫 他对这个世界的功夫就远远就是 比你这个误得比厉害 就成了,对 他就会清理到很多匿运 小很多业链,很多东西都在脱落 因为他是建立在 就情形关于他是出家人 他当时跟佛陀在 他已经在入业图转法庐的时候 他听了嘛 那个时候他已经修了五六年 他定力很好 所以他听闻这一点的时候 跟我们听闻倒是不一样 理论是一样的,但正要不一样 是的 那样的就说出来东西就是 加持啊什么都不一样 对众生的利益也不同 你就是说你想利益众生 当你就像这样一个公案 就是这个例子 当你如果是你是证入的 你就是,如果你是 从我们听闻,我们自己领悟了 那说出来,大家就说 这经典里在佛讲 但如果你证入了,那就你讲 真的从你的口说出来 马上那个感觉就过去 大家就会就是有反应 有感觉 这就是定力的问题 对 虽然定力也如梦买套运 虽然定力也如梦买套运 但是无主状态还是不一样 忘我的状态 忘我的状态 毕竟空的状态 就这样散乱的状态还是不同的嘛 但是七情六欲坐在这的状态 心神很散啊 我们就是坐在这 我们的虽然孩子也是佛 这也是报仇 只是不到我位的圆满嘛 但是又有六哥 我们的六哥又有局限性 就是执着的佛呗 就是有局限性的佛呗 也不能说我们不是佛 还是佛 所以六哥也是 但是我们要证一个圆满的佛 是的 对 对 就是说自己大致在利 用的利益自己用的利益别 这个出来果未圆满 对 这才是果未圆满 释迦摩摩尼泊出世的目的 还是误入佛里 证入他的自己 最多是要证入 信受奉行嘛 行者也就是在果未了嘛 就是误入佛之间 我们现在就是理论上能看到 误入证入 误的是为了证 你看到后边那些阿罗汉人家怎么也能入地 人家套耳朵也入地 捏脚子头也入地 我们不行就都排着腿座 就能入地 对吧 这个知识呢 很有助于你去进入你中 冒我的状态 嗯 但不是说我们静坐就能成佛 不是这样的啊 但是成佛的 修行成佛的人肯定会进坐 肯定不会抛弃这个修法的 因为这个也是七百年来很多人总结出来的 这个方法很好 那身心不动啊 坐在这 因为平时我们散乱 它是相对于我们散乱的身体跟心灵 但是现在我发现 因为古时候很多人没有交通工具啊 什么他劳动 所以要身心不动做呢 就更容易定 但我们现在是做的太多了 偶然所以要动进去 反而动一动容易入定 就说哎 瞧瞧我动一动 哎 一往下做就点了 哎 你平时就每天坐在这 坐在这乱想 你怎么做也好像就不容易进入了 因为所有的法门是相对于我们不同的时代 就是就是 因为平时它是相对于我们身心乱动怪了 老是想动 老是想动一块不停的时候 那要身心不动 当然说这个还有一个知识说 三角形的这种金字塔形的坐姿啊 但是如果对经常坐在这不动的人的话 实当的运动然后再静坐配合 就效果更好 然后所有的定都来自于第一次 做人的身心不动啊 但是你乱想嘛 所以就配了很多房子 比如说把一年放在呼吸上 就要排呼吸啊 关呼吸啊 鼠呼吸 这都是有呼吸在修 还有念佛啊 还有持守就是要你专注 还有把一年放在某一个穴位啊 易守啊 或者是观想某一个什么东西啊 或者等等 各种各种 其实不外乎让你静下来 专注在一件事上 然后呢忘记你的纷飞的杂念 把你的纷飞的杂念停下来 下午杂念了 然后坐在那身心不动 这个是比较快的一个入门 入门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 因为你在家嘛 你要修定的话 就是另外静不动 不动不是说你坐在这 不动就是说别人喊你也不答应 你妈喊你说没听见 我不动我在修法 是不被静转 你妈骂你的时候 不要生气 这就是不被静转 就是所有的 建文觉知道一切叫外静 里边的叫内静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我这儿得了病 可能对反复众生说 哎呀很恐惧 觉得我怎么在乎自己这个肉体 但修行人不是说这个肉体不珍贵 因为我们毕竟要有这个肉体称呼 很珍贵 但是他不会控制病 他不会心上把这个病念念化在心上 他会治疗 他会取药 他不会念念化 而且很恐惧死亡 所以修行人一般有时候轻生死 对生死这些看得比较淡 比肉体看得比较淡一点 但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不是说他不好 不是说你处门 你纯粹把他到特别那儿抛弃也不对 就是不必内外进转 这也是修定的一个方法 一个是坐在坐点上 观呼吸啊 持座啊 很多小方法 你可以让专注 还有一个在生活里面 不必内外进转 不必外进转 内静就是身体的种种觉 生酸麻脸 各种欲望吸气 外静呢 借为觉知道的一切 不必它影响 这叫不必进转 这也是修定理的一种方法 还有呢 我们不过就是各种暴的 这个散暴熟了 我们就出现很多散禁 恶暴熟了 出现很多恶景 我们希望恶暴不熟嘛 但是我们修行人 也有七情六欲啊 他一不小心就熟了 你在活着 你不就像当年佛弟子人家 离清区域 他屏蔽了红尘的一切 他那个是减少了恶暴成熟的因 就是恶暴 就是尽量的我就不跟红尘里面接触 在恶暴熟的慢慢 他有些就不熟了 但是我们在红尘里面 很深的入红尘嘛 大哉部 那入红尘尤其情乐啊 各个亲情有其爱情 什么都得负担 他离清区域了 他就要把情 因为情这块是最难过的 所以在这一块呢 一旦说这些熟了的话 尽量是善语 尽量熟善的 不要熟饿的 因为刚开始就没功夫 饿的受不住嘛 饿的也不是说承不了佛 但饿的你很难在那个痛苦里 你还能齐齐绝招说 我要承到 你连承到的心也没了 很多人苦的时候 我不承到了 我还不 生不如死 我死了算了 他修行的 他修也不修了 所以为了我们承到受礼 所以要多做善行 善报熟 善语也会触动善报 善报逐渐的熟 一路 这就是一路绿灯啊 那叫一路绿灯 如果恶报熟了 一路灯 就卡着你嘛 是吧 所以就 无以善行而不为 无以恶行而不为 这就是初修行 需要具备的东西 然后多看佛经 看一些老师讲的佛理 知道 佛来了说什么了 那个释迦牟尼佛 2600年来这个世界 他在讲什么 什么叫第一地 什么叫俗俗地 什么叫什么 多多少少出现的了解 也不需要一下能听懂 但是别修别了解 别修别了解 这叫文思修 就是最初的修法 学学打坐 这个打坐 谁也会 所有事情都能教你 打坐 修修这些 关呼吸啊 鼠呼吸啊 这些修专注的方法 然后再修修 不被静转的 如入不动的 忍辱行 因为刚开始人 骂你你不动 你不是很难受吗 还是忍辱 忍辱人家 又看看金刚金说 佛说了 忍辱还不能想 你有个忍受的东西 应该是我空 那个日 语言空 就那种理论去忍 你忍上十字八字 才能生化开花结果 你要憋着气忍 那就是敢气不输 知道吧 一定要在佛的之间下修忍辱 知道吧 然后你才能忍到十字八字 成佛 成道解脱 你要是没有佛的之间 你只是说 佛不是说单纯地让你忍辱 人家是 讲了金刚金才有忍辱的行的 人家你了知 但是毕竟空的经验 才有忍辱的行 佛要直接给他帝主 忍辱忍辱 那帝主 全部俩立藏满 全部修成 全部是干损伤 是吧 所以理论 借地分朝主要 借地就是佛说的理论 他为什么让你修这个 你要明白 为什么让你利他 为什么让你做善行 难道恶行不能成道 他也没说 是吧 他就是无分别 他为什么分善 是吧 所以他善行是你善报熟 善报熟 就一露绿灯 你就直接知取佛果 等你拿到佛果了 恶报熟了 不怕了吗 你力量大嘛 就是说你能怀怀菜 你存款很多了 你不怕嘛 但是你还没功夫的时候 恶报熟了 完了 这辈子又完了 下辈子来继续修 灭了吧你是不是 好 好 感谢 您立刻 立刻 那些两个屏 你 这么多 很悠门 这脖子 是